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贴心的说声辛苦了 也关心灯会期间的车流状况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视察台湾灯会指挥中心 贴心的帮值班同仁准备点心 提到周末与太太搭捷运看灯会 回程与计程车司机聊天 感觉没有很塞 同仁说反而是捷运量能压力大 跟大家说是感谢 最高的敬意 因为其实这一次灯会 我想举办到现在 大家可以自己亲身感受 或是通过媒体报道 直到非常受到各界的肯定 来的人潮非常的多 那我想当然最重要 能够到现在举办得非常的顺利 就是让各位坚守的岗位 而且在组维中心来协助整个活动能够非常的圆满 不管是在各个领域部交通 環境整洁 有这样的维护 资讯的其实传递等等 其实各个局处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所以要谢谢大家 我们基层公务人员 大家团结一致 共同目标跟会办好 那我自己也来看了几次 不管是昨天实际跟家人来走 或是前天到我们东区双圈 那在之前我自己和太太想说自己搭着捷运 然后来跟会 然后实际的走一趟 那当然除了看灯更重要 想要了解整个动线的规划 还有我们外来坐捷运过来 然后相关的车场 那我觉得规划都非常好 虽然说我 我们搭捷运 有时候我们今天本站出来 其实我们是想到圆展区 但因为那天是周末晚上 人潮非常多 而且我们大概是八点多左右 应该是最高峰的时间点 所以那时候出站的时候 那个他就 好像那时候回应就是说 只能全部都到中央展区 所以我们那时候出来 想要到一个出口时间 这个松阳文创的时候 他就说不行 就被挡下来 但是我想这整个东西的安排 其实都是有 经过专业的评估跟规矿 所以看得出来 大家是很用心 而且确实在执行相关的计划 那另外 我们特别离开根区 选择交车 当机车 结果诸不意料之外 也是整个车况是蛮好 因为我看到这么多人潮 在想说是不是会塞车 但我们也跟健德司机聊 他就说其实还好 车流其实并没有想到这么的优色 所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整个交通 车流量的推广上面 是有达到一定成效 当然 我想经过第一个礼拜 媒体的报导 大家的宣传 都会剩下最后几天 可以预见人潮 可能又会再创高峰 所以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仁 能够坚守港温 而且要更加倍的努力 而且更加的注意 最后这几天 可能带来高峰的人潮 灯会进入最后倒数 也即将迎来最后周末 届时交通也需严正以待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灯会剩下最后几天 台北市交通局严正以待 要面对最后周末的人车流疏通 也针对上周末的爆量人潮 违建采取应变措施 针对大众运输接驳车 私人车相关问题做说明 我再把所有的交通管制 再做包包配套措施 再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是说 我们在立假日的时候 就是假日在一线路 一线路跟市府路 基本上都是管制的 我就是说车子都是不能够建筑 另外就是我们也在 立假日的时候呢 5点到23点 这个时间点里面都会开放 一些光路的人型 专用时下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会影响到 一般的小车子行进 但是基本上我们大概都有大力 简历会去做配合的一个苏打 就是简单说明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针对 整个大众运输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说外 参观的民众来的时候 外来的民众希望都能够 盡量达成大众运输 那达成大众运输 包括高杰、铁路 还有相关的一些冲突客运 我们大概都有一些路上的指标 都会告诉你 怎么进来台湾的灯会的场所 另外呢 我们希望说如果你是开车的朋友 我们大概会在时间里面 就是如果场面的停车场 已经达到85%的时候 在高速公路上 我们就告诉你 基本上都已经满场平均停在外围的停车场 外围的停车场里面有两个主要的 一个是在南养金茂园区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在洛阳停车场的部分 跟另外在动物园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南养金茂园区跟动物园的部分 是一个比较好的 因为它有大众捷运系统 可以直接到达会场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概在接驳车里面 我们大概有107条的公路 跟大概有两线的接驳公路 所以如果你搭捷运过来 大概松山线的部分 我们有接驳的一号线 二号线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条是行环线 就是你在逛的市区 因为这次展示光源未来比较远 有些距离比较长 所以我们有提供违转的一个接驳路线 也会搭乘接驳路线 所以这次服务大家就是希望能够进来的时候 尽量使用大动物园区跟国道科医进来 或是大动物园区进来 那搭乘捷运 搭公车 大概是最方便的 另外这周末 官船局也会加派工作人员 加强疏导民众的赏灯路线 国管的赏灯人潮的部分 我们这个周末呢 会加派我们的工作人员 去加强疏导民众的赏灯动线 也会尽量的宣导民众 就是尽量的靠边行走 以让我们的人潮动线能够顺畅 然后也会在我们的路口 由我们相关的驿交或工作人员指引 让民众能够尽量从 易仙路国管的入口 进入国父纪念馆赏灯 那由于我们的整个台湾灯会 只剩最后的倒数三天了 那非常欢迎我们民众搭乘捷运或公车 来参观我们的台湾灯会 另外如果因为最近看起来天气是不错 那也希望民众能够来一趟台北的小旅行 散步来我们的台湾灯会的展区 来欣赏我们的灯会 灯会详细活动及交通资讯 如公车及接驳车预估到站时间 停车场剩余隔位等 可至2023台湾灯会官网查询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清快又具有强烈节奏感的乐音 吸引往来松山车站的民众驻足欣赏 响应台湾灯会在台北松山灯区活动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 邀请非洲谷团团长黄红一 与西非曼丁谷社团 在松山车站起伏墙进行快闪演出 希望用原始单纯直谱又充满热情活力 与生命力的曼丁谷乐文化 拉近现代人彼此日渐冷漠疏离的心 那我们的这个班级是每个礼拜二的晚上7点 在松山社大中人高中的7楼的课程 那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前来一起来学习 那我们今天来的都是我们这个同学 有的学习非常多年的 也有刚进来的 全部都可以融在一起 那我们的这个西非曼丁谷乐是来自13世纪 在西非有个曼丁王朝 然后它的这个谷乐文化 跟我们台湾的南岛文化 原住民文化很像 实在是一种部落的文化 那它就是在仪式庆典当中的时候会出现 那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它是一个分布合奏 所以我们后面有三个谷叫做敦敦谷 它是有高中低音 那我们的前面的同学打的是首谷 就是俗称的非洲谷 它叫金贝谷 所以呢 金贝谷有两部 然后这个敦敦谷有三部 所以一共合起来有五种不同的节奏 拼起来的 交织起来就好像编织刺绣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学习 你自己怎么打 还要学习跟人家怎么配合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谷乐文化 我发现我们的同学在学习多年之后 对自己的身心都有很特别的帮助 那我们就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 机会跟我们一起来体会看看 然后今天有机会来参加的这个朋友呢 就可以听到这个合作起来的感觉 非常震撼 而且它有疗愈的感觉 洪规老师的非洲谷班成员老少都有 最高年龄到75岁 大家透过社团的练习与演出 共同成长活力满满 是松山社大非常热门的课程之一 而松山区长游竹萍也特别到场 感谢洪规老师带来精彩演出 并表示铁道文化也是松山特色之一 松山社大也有铁道课程可报名参加 欢迎民众持续关注松山社大脸书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胡子的记忆 传统胡子第四代传人张婉颖老师 仔细地解说制作传统花灯的技巧 接着实地操作 大家用竹子扎成支架 再贴上透明纸 看似简单的花灯 却隐藏着相当多的技巧 让民众在欣赏灯会花灯的同时 更能体会到花灯制作不易 同时也感受传统工艺之美 贴这项功夫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也是蛮困难的 需要配合培养一些手感 再去把它糊起来 才有办法做得很工整很漂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马的左边是骨架 右边是完成品 就是糊好的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一般看到糊好的东西 你不一定知道说它的骨架 其实多复杂 多坚固 就像我们的人体 你其实看不到我们的骨头长什么样子 但其实骨头很精密嘛 我们才可以站起来 长生在巴德陆巷弄里的汉身像 由黄永松老师及温碧光老师 带领的团队 默默耕耘了四十多个年头 为传承民间文化 出版优质儿童读物而努力 因为很有星球 这个是花灯蜡烛 启事 那这个是它的所谓的地球 它都非常的厉害 然后这个是它的古典 这个其实都可以研究做应用 位在汉身像旁的台北偶戏馆 也邀请民众来参观 我们这边是台北偶戏馆 那我们现在展出的是巨大的力量 来自微小的一栋 我们想要让观众知道说偶戏 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布袋戏 玄师傀儡或是皮影戏 其实世界各地还有 或是台湾有很多不同的 偶戏的展现的形式 那这一档特展呢 我们就特别介绍了 听个偶动画 那我们邀请了两位艺术家 一位是他家族的背景呢 是做胡子的工艺 叫张徐展 那另外一位呢 是黄云玄 他家是在做捏面人的工艺 那他们两个呢 虽然家族有个传统工艺的一个 这个养分 然后影响他后续两位创作 在做挺个偶动画 都能够看到他们在这样一个滋养下的一个养分 然后展现在他们的作品里头 那我们这个展呢 在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时间呢 一直会到5月7号展览结束 那欢迎有空的朋友可以来台北游戏馆来参观 区长游竹萍表示 明年西口文化节也会继续跟汉森像及松山社大合作 办理走毒及传统工艺活动 欢迎持续关注松山社大各项课程与活动讯息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好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旗团关心您 joy 甘吉 只要猜出国家就好了 不要求大家猜出地点在哪里 简单一点 fácil 正确答案 在欢乐有趣的互动小游戏中 单身男女打开心房 为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迈出第一步 为了提供一个轻松快乐的交友机会 与寻找人生伴侣的平台 松山区公所举办松山之恋幸福放送 单身联姻活动 吸引40位单身民众来参加 活动还特别结合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松山灯区 以及明文霞尔的台北市松山慈佑宫 台北府城隍庙 以及松山沙海城隍庙的公庙家池下 成功配对八对促成家园 松山区代表会带大家到我们的灯区 松山区的灯区是由我们这个松山慈佑宫 还有这个台北府城隍战术的 那有一个妈祖还有一个城隍的灯区 那待会大家看到的这个祈祖塔的部分呢 是在我们的松山车站 那松山这边呢是一个好地方 我们就我们家都喜欢 这边有一个人的夜市 所以等一下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去逛到夜市 然后呢这个逛到我们的灯区 这个灯区的这个内容相当的丰富 也欢迎大家来自个参与 松山区长游竹萍表示 为落实台北市的人口政策 单身联姻一直是区公所重要的推广活动 由于去年举办的两场单身联姻活动 大受好评 这次活动报名情形十分踊跃 而举办单身联姻活动 除了为市民朋友牵起爱情的红线 更结合北市特色景点 推广国内旅游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小朋友将橘红色的颜料 用刮刀均匀地在丝网上刮压 美丽的松山区花珠景 就转印在帆布袋上 响应松山灯区 松山区公所 松山社大 及熊与猫松山驿站 举办区花捐印活动 并且由身为松山女婿 及作家的小熊老师 介绍创作的松山美食诗签 让孩子们透过文学 更加了解在地文化 那今天呢 转印的是我们的群花珠景 珠景花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花 同一株因为温度不一样 它有可能会产生出 不一样的这个色彩 那这个去年呢 在市林官邸的部分 也有珠景花的一个特展 那现在市林官邸 是郁金花的这个展览 所以呢 其实一年四季 台湾都有好多好多 丰富的花卉丰富的植物 大家都可以做学习 我们跟这个松山社大 还有这个松山国小 以及这个小熊老师 一起合作来办这个 我们的群影的活动 我们那个松山的区 它是珠景 那也非常的谢谢呢 这个社大的团队 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让大家可以认识 我们在地的文化 那希望今天小朋友呢 都能够更加的了解 我们在地的这些生态啦 还有一些故事 那希望呢 大家今天的群影活动 顺利圆满成功 松山国小校长陈冠英表示 这次能跟区公所 社大及小熊老师合作 孩子有机会动手捐印曲花 以及透过诗作 认识在地故事及美食 相信能让松山国小的孩子 更有在地人文素养 小朋友在今天的课程中 第一个一定要感谢 我们区公所 由区长 特别 松山区这么多学校 特别选择松山国小 给我们这个 第二个大家感谢 今天的讲师 超乎我讲将 因为我以为 他只是艺术家 你讲到也是个文学家 非常厉害 刚刚也听着 小老师讲一些文史的部分 发现说 他的文学底子 可以拿个深 大家可能会有机会 可以再跟他请教 区长游竹萍表示 透过登节活动 带领百年松山国小的孩子 来认识在地文化 获得亲事共同好评 未来也会持续 与松山国小及社大合作 打造健康安全生态的 幸福松山 西瓜甜不甜 甜 记者李其会台北报导 以前旧的城隍庙 如果依现在的祝福 都是在延平南路 跟那个松法路那边 致力于松山文史 培力多年的 郑盛吉老师 专业生动的解说 带领民众认识台北府 城隍庙的历史 民众也开心地 与庙前广场花灯合影 响应台湾灯会在台北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 特别举办 西口走毒活动 邀请吴志庆老师及郑盛吉老师 带领民众走访松山慈幼宫 台北府城隍庙 松山市场等特色景点 认识松山区的历史与在地故事 郑盛吉老师致力研究 宗教文化及传统建筑 对于赞助松山登区的 松山慈幼宫及台北府城隍庙 有深入了解 宫庙除了是在地的信仰中心 也是传统工艺的展示场 可说是民间博物馆 民众到庙里拜拜 也可以多驻逐欣赏 吴志庆老师从年轻时 就勇于探索山林 挖掘各种精彩故事 借着导览也开启市民 认识松山的在地故事 除了精彩的西口走毒之外 社大与水利处还举办 卢瓷祭系列活动讲座 大家都收获满满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持续关注松山区公所 与社大的各项活动与课程 共同探索在地文史 营造友善生态环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我觉得最赞的就是国库纪念馆的主灯 玉琪棒 可能国库纪念馆那个机械兔吧 对就因为主灯嘛 对蛮特别的 还有就一些兔子一些照景的灯式之类的 我会觉得主灯然后连着 就是在国库纪念馆那个玉兔状彩主灯 连着整个台北101整个景致这样拍过去还蛮好看的 2023台湾灯柜在台北 你心目中最夯的灯式是哪一个 主灯无疑是大家印象深刻的灯式 由知名艺术家李敏道 创作出高达22公尺的科技兔 奥运金牌举重选手郭幸成 透过脸部动作捕捉技术 结合数位科技特效及创新技术 深得民众青睐 就是很科技 然后就是很五彩缤纷 然后感觉整个人心灵获得非常大的舒放 很棒 我桃园 请嫁过来的 为什么会想要这里来 台湾灯会在台北一定要来啊 如果是想要拍拍人的话 就是有点像王美照那样的话 我觉得国库纪念馆周边的一些光环境都还不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那个兔子的主灯 因为就是它有灯光秀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每半小时一场 然后它就是会开始转 然后有一些就是蛮有趣的特效这样 对 然后还有就是前面两条萝卜灯的那个街道也很可爱 除了国库纪念馆主灯 设置于松山文创园区的副灯台北Together 可升降的充气兔偶 具有裸式3D效果的LED荧幕互动 也深受民众喜爱 动影着观众一窥究竟的好奇心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说 他与夫人最喜欢的就是这座副灯 我身后这个台北兔给乐 因为就是兔子很可爱 然后它是有结合 有点像是3D动画的效果 然后整个就是3D 它有呈现一个整个兔子去送货的故事 就很可爱 而且我觉得会有点惊艳于台湾动画的技术 就是这么的高超 对 然后最后就是看到兔子生起来 那一刻也会觉得很惊艳这样子 就是这个这个负灯 它会自己飘动 然后那有一个触控式的 一挥它的球球就会跑上来 这蛮有吸引力的 蛮独特的啦 台湾灯会进入最后倒数 除了主灯副灯与四大展区 持续点亮城市外 舞台也持续有戏剧舞蹈音乐等多元展演 民众可要把握机会欣赏 记者望郡台北报道 爱情与你 相约大稻城单身联营活动 首先来到大稻城码头 搭乘爱之船 40位参加者在航程中 一同欣赏河岸景色 玩游戏 认识大同登区三大展区 接着浪漫散走 贵德街古迹老屋 雨滴化街爱情产业链店家 并且到台北辖海城隍庙 拜月老 千鸿县赐良园 最后来到T-Fashion时尚基地进行联谊传话筒 以及体验印花乐 捐印手作课程 丰富的游城与体验活动 让参加者都玩得相当开心 你今天来参加大同区公所的单身联谊活动 玩得开心吗 玩得很开心 那今天的活动 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哪一个游城呢 最深刻的是手作部分 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团队合作 而且可以把成品带回家 我觉得很好玩 那如果大同区公所以后再办类似的活动 你还会想要再参加吗 会啊 会想再来玩 今天来参加大同区公所的单身联谊活动 你有没有玩得很开心啊 有玩得很开心 那今天的活动里面 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环节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轮流的就是互动 对 因为平常我们平常很少跟很多人互动 但是这一次的话 我就透过这样的互动之后 可以了解各式各样不同行业的朋友 好谢谢你 那如果大同区公所以后再办类似的活动 你还会想要再参加吗 会啊 因为我觉得整个流程都很好玩 为了让更多单身朋友扩大交友圈 在忙碌的生活中寻觅幸福 大同区公所结合2023年台湾灯会在台北 爱恋道成大同灯区与台北下海城隍庙 共同举办爱情与你相约大道成 单身联谊活动 让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有更多互动与惊喜 并且在浪漫的灯区下感受满满的幸福氛围 2023年台湾灯会在台北 睽违了23年又回到台北市了 那我们这次大同灯区呢 也设计了很多样的那个 在迪化街有三个展区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单身离物 当然也要搭上这个热潮啊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 我们的大同灯区甜甜蜜蜜一下这样子 我们大同区就大道成非常的好玩 另外也结合地方上的资源 比如说大道成码头 货柜市集 还有蓝色公路 还有我们小海城隍庙 还有我们T-Fashion时尚基地 我们结合这些资源 让我们单身还有樱花乐的手作 捐印手作体验 让我们参加者呢 可以那个享受到很多样化的 那个练衣体验这样子 我希望今天来参加的所有的单身男女 都可以赶快脱单 然后找到星星相应的另一半 大约大概六点半的时候 会带他们到我们的星星 星愿术的灯区去拍个合照 让他们可以在那边许愿 许愿让自己可以早点脱单 然后寻觅到另外幸福的另一半 单身连衣活动 在充满爱情粉红泡泡的 爱恋道成大同灯区浪漫进行 活动丰富有趣 参加者透过彼此的互动 并且在台北虾海月老的加持下 总共有四对素配成功 一年内结婚者还可以再获得 曲长祝贺红包 就是要让来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 快快脱单 立马找到幸福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近十二米高的巨型兔子 从建筑物中探头而出 艺术家陈朴的未来穿梭兔子洞 不管是路过的行人或是捷运旅客 都能一秒吸引目光 那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从小 在台北长大 那我自己从捷运这个第一条开通的 捷运演戏就是就一直搭乘 所以我觉得当时在挑展览的位置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说可以跟捷运有关联性 那我觉得这个兔子洞其实就象征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搭捷运 其实都要进到一个隧道里面 然后去往你的未来前进 那我就希望这个兔子洞的概念 可以帮台北城市打开一些未来的想象 所以我们这次的作品也结合了 就是区块链的一个Web 3的一些人物角色 叫做Clone X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机器人 邀请他们来到台北市 然后来欣赏台北市的一个美景这样子 那我们这次的作品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在这个场域其实它的建筑量体非常大 所以我们透过了一个把整个场景 跟建筑物3D化之后 然后在VR的空间里面 去做到放样跟定位 所以我们这个兔子的整个比例关系 会跟建筑物是比较协调的 然后它也不会遮挡到Logo SOGO这个Logo 那不管是从捷运上或是远方 或是在进的这个场域的观看 都是非常适合这样子 在SOGO中校馆前的Hi-Hide 以可爱的大型充气装置 表达人们有时想躲起来 又想让别人看到自我的状态 在国父纪念馆站1号出口 则是有国际艺术家 打赢奥斯卡的光兔献中 这件作品名字叫Hi-Hi 是打招呼又藏起来的意思 那大家兔年 今年是兔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艺术家 做了一个很大型的兔子 可是它跟一般的兔子的形状 很不一样 它是有一种藏起来的感觉 其实就可以符合到 像一只兔子它很调皮的心境 然后也很像我们现在年轻人那种 我想被大家看见 可是又想要表演是 然后又有矛盾 很有趣的那种世代风情 那其实这是我们这个作品 想要表达的 那这个作品它其实有很高的互动性 人们除了可以里面进去拍照打卡之外呢 它拍手大家可以看到民众玩得很开心 拍手的时候也会有光线的变化 它其实是一个互动性很高的作品 这次的作品叫做光兔献中 然后是由四次受邀到 日本赖户内海艺术记的 国际型的艺术家 大雅奥斯卡他所设计的 那这只兔子其实叫做光兔 是大雅奥斯卡他在 因为有一次在法国那边等飞机的时候 发现现场有一个这个兔子造型的这个灯 然后它以这个为素材 然后创作了这一盏 创作了它有两个角色 一个叫光兔 一个叫影猫 那由于今年是刚好 我们是否我们农历的兔年 所以奥斯卡他这边就 特别创作了这个兔子 然后来祝福我们这边农历的新年 那这光兔献中就很像是一只兔子 仰望着地球 代表的是我们台北其实是地球村的一员 那在作品里面也藏了 奥斯卡这边的一些巧思 那光兔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大型的装置 那在影猫的部分 就是融合在我们前面那个圆形的球里面 除了兔子造型的灯饰 墨西哥艺术家路瓦里维拉的作品 融融将游水接触时的形状 以编织艺术呈现 象征城市走过的历史 而彩虹教堂则是展现台北作为亚洲推动 同志游行的第一座城市因为包容而美丽 这些作品是主要是要让作品跟人互动 然后它有这个作品的概念是因为说 它有一天在城市里面 发现地上有个水蛙 那那个水蛙它里面有水跟油 它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景象 于是它启发它这个想法 这些作品它除了说 这些亮丽的色彩之外 它主要也是想要呈现这个文化的多样性 那希望透过这个作品去呈现 不见得是人种的多样 也是文化多样的一个融合的一个社会 我们这座彩虹教堂 它是设计师那个朱志康老师这边设计的 然后它是以平权的概念去设计它 那各位可以知道说我们台湾是亚洲地区 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所有的爱都需要被受到祝福 所以朱志康老师特别以彩虹教堂这个概念 因为彩虹它包含了所有的颜色 那也包含了所有需要被爱跟爱人的人 那特别以像这样子一个充气的装置 然后去展现出这个我们台北市这边 跟其他都市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 然后在塔尖的地方是两个大型的音叉 那当风吹过去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如同那个 教堂般的那个钟声的声响 不只大街上精彩 商圈巷弄内也由专业艺术团队 梅合店家与艺术家 设置43件艺术路店作品 让东区宛如一座大型开放式的一郎 我当初来这个空间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高耸的空间 然后它是一个饮料店 那美兽这只怪兽它其实是一只外星怪兽 然后它是以美为食 因为它当初诞生的时候是在一个理发厅 然后我就是想说让它是吃美的东西 它会越来越大直 越来越长大 然后它的这个触角其实是不是像章鱼 它其实是来自于像头发的延伸 那这次在跟OOO的合作上 我就是想说让它吸收这个饮料店 美好的饮料的一切 还有这个东区的一些能量 它平常是黑色 这次特别改成银色 让它具有一点太空风 然后结合这个空间 让它比较更有一种迷幻的感觉 我们这次艺术路店 美合了43间 43间与43位的艺术家与商店 那在过程中 我们是把艺术品放到店里面 其实除了是希望说 让艺术跟商业碰撞出更多火花之外 其实也是希望引导大家 可以就是除了去公园 或是大型广场看大灯画 也可以回来东区消费 然后把艺术跟消费 跟商业这个本质呢 这三者就是互相加成 然后来带领大家 拿到市民的利益最大的话 这样子 那这件作品 浪院这件作品呢 它的主要形式是 源自于那个服饰会 那也是本身 这也是为了呼应 就是店家 它在里面装潢的一些 比较日式氛围的形式 我们的艺术路店有非常多 包含了十一艺术型的一些店家 而且还有一些手作 其实大家都可以慢慢去体会 然后再游走我们的光展区的时候 休息累了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店里面 去消费 然后去吃吃我们的特色美食 在整个光展区里面 除了有大型的这样的灯饰艺术以外 还有43件入店的艺术 那包括了各个领域 十一柱形都有 所以大家在逛灯区的同时 也可以进到店里面去 吃点小东西 买买小的饰品 一起来活络我们商圈的经济 我们也特别有针对我们的艺术路店等等 整个16个中型灯区 一起有一个串联的五条的路线 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官网上面 可以按图索记 深入来体验我们东区商圈里面 各个艺术路店的店家 跟我们整个环境 走逛精彩灯饰和艺术作品后 灯会还募集多达300间以上的特约店家 店家们纷纷祭出各种优惠活动 让赏灯民众吃喝玩乐一网打尽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导 兔子快递将每个人取下的愿望 画作物件装进箱子 历经各种奇幻旅程 将欢乐与祝福送到每个人身边 圆展区中复灯作品 台北兔给乐 以近三层楼高的四面巨型LED 立体影像装置 打造礼物箱造型灯饰 带给观众无限惊喜 我想做一颗可以合家观赏 然后让大人小孩 都有很有幸福感的一个灯 那这个箱子的这个idea呢 其实来自于这个 大家疫情最有感觉的是什么 就是全世界的贡感其实是开箱嘛 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出去实体的shopping 大家都在网路上订物 然后就会有一个箱子 所以这个箱子其实是我送给台北市的一个礼物 送给小朋友的一个礼物 那这个接下来呢 你会看到后面的小朋友 其实都是很进行的在玩 其实就是一个庆祝疫情过后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看灯 那小时候看灯的感觉 其实就是充满了幸福感 那这个灯其实它有什么亮点呢 其实很重要一点它是一个 第一个它是一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 小朋友跑来跑去 它是一个有体感互动 科技互动的一颗灯 你可以跟它互动 也有声音是real time的 即时的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感受 所以你可以去探索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第二件事情呢 它是一个全台最大的罗眼3D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罗眼3D 以这样的尺寸出现 那来到中夜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型的罗眼3D 再来就是罗眼3D不只是视觉的惊喜以外 其实它是包含了一个整个快递公司 这只兔子的故事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 然后一起感受这个走春一起跨年看灯的这种幸福感 为在松烟生态湖畔都市里的印花布 将客家诗歌词中的故事 以带有文化意义与生活体验的花纹 简纸蓝染 转化成都会风格 让民众一起想象与编织出新的客家美学体验 我是一位服装实力师 所以这次是用我服装设计跟客家的元素 在跟客制的部分做这个结合 所以当然客家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印花 很多的布花 就是在客家的文化里面是 很多人会看到这个印花 会知道这个是客家文化 所以这次我们是把这些客家文化的每一个元素 把它做分解 把它变成一个很低伤的一个实名的投影 这样子 所以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然后我们把有不同的花 有台北的一些景色 把它全部做一个动态的 跟着客家的音乐的一个动感的一个投影 的艺术这样子 环绕大树12米的铁雕餐桌 是纸雕艺艺术家陈若涵的作品 种下台北的味道 透过餐桌意象 表现味道菜肴 对土地文化的重要性 也象征新住民与台北的共荣与圆满 为什么叫做种下台北味道 除了呼应就是它在一棵大树下 然后围绕的大树 其实因为新住民 现在在台北台湾有非常多各个国家的新住民 所以我用一道一道新住民料理 然后想要呈现的是 就是文化跟族群共荣共好的一个样态 那我用一个12米的大圆桌来呈现 那我们先看在桌上是有粉红色的这个桌巾 那这个桌巾其实想要呼应的就是在台湾版德的这个热热闹闹的氛围 然后版德不是也都用粉红色的桌巾去铺上去吗 然后所以我就用粉红色的桌巾来呈现 那在这个桌面上总共有15道不同国家的新住民料理 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有跟就是新住民的朋友真的一起来共创 然后把他们的味道刻画下来 那这次的作品很特别的是它是一整圈 所以作品应该说作品菜窑呼应这个椅子 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边之后可以很闲适的选一个他喜欢的座位坐下来 然后在大树下喝咖啡或是跟朋友聊聊天 然后同时看这个作品 以竹材编织代表着各种文化融合 作品我们在这 象征经过各种生活挑战与磨练 新住民们仍以坚定的温柔 抵抗风风雨雨 守护家园的未来 那我们这次的整个策展里面就是我们在这 所以我们想要把新移民新二代 在台湾常常聚会的这个感觉给分享出来 所以这件作品其实大家可以到里面去 老师也是希望说大家在这个作品里面可以坐下来 欣赏这种松烟的音乐 然后松烟的这个氛围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分为几个结构 第一个就是老师擅长的竹编结构 这个竹编结构呢 透过外我们可以数一圈一共有12片 这12片也代表台北的12个行政区 那同时呢 在上方我会看到透过一些灯笼跟一些彩带 灯笼呢是希望说在元宵的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怀念故乡的情节给带出来 彩带其实是要透过这种波浪型的意象去讲海洋 因为很多的东南亚移民呢 或行为大家其实是从不同的国家 飘洋过好到台湾到台北 所以其实在这些意象的结合下 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边欣赏不同的文化背景 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 未来在整个灯节的期间 我们一共会有九堂不同的展演会在这里发生 而这些展演就是依据我们不同的作品去重新创作 然后我们在这一个聚会之中把它展演出来 涵盖超过二十件作品的圆展区 灯会期间在一号仓库的多元舞台 还有原住民客家新住民等多元族群 带来每日定时八十五场次的精彩演出 园区店家也将隐藏营业至晚上九点 欢迎民众一起走进园区感受松烟夜晚的独特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和社会处长杨玉昕 主持关怀送爱 疫情不在 染疫关怀津贴记者会 说明低收与中低收入户 确诊者染疫关怀津贴 发放规划与申请方式 市政府预计于今年市议会定期会提出追加预算 期盼议会给予支持 一起关怀弱势民众 最近社会各界非常关注 我们这个低收与中低收入户的这个染疫关怀的津贴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社会处长 杨玉昕处长来为各位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首先呢是非常感谢朝野的党团 和议员以及各位对于本市中低收入户朋友的关心 那在目前我们基隆市中低收入户大约有9000人 那这些朋友由于染疫的关系 会对他们的工作生活都造成不少的影响 因此呢在上一届的议会就有提案通过 要特别针对家中市经济支柱以及弱势的朋友提供更多的关怀 因此我们在这里呢也就决定了 针对本市涉及在本市的中低收入户朋友 那只要有染疫的正式证明 就能够提出申请来本市发放染疫津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申请的资格 首先是核发染疫津贴的区间 这是在109年1月1号到112年12月31号为止 那么只要是中低收的朋友 而且在未证查有确诊记录的 那我们都来提出申请 那申请我们会核发1万元的津贴 那重要的是申请的期限到11 申请的期限是112年12月15日为止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 周中低收入户的资格 而且有确诊的记录 那么就能够到区公所 对里长和里干事来提出申请 要记得减负邮局的存折引本 然后区公所会复审 复审通过之后就会核发 那以上是申请的资格 以及申请的方式说明 市府预计也会在112年 来提出这个追加预算 也希望我们的议会可以支持 并给予我们弱势的民众 更多的关怀还有帮助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现场其实也有请到两位民众 请他们来说明一下 染疫关怀津贴对于他们而言 是可以用来做 是可以用来做为什么样的用途 我们先请到我们的段小姐 会拿来买家里的生活用品 因为我现在又在怀孕 可以买自己的就是营养品 或将来小朋友生出来 哪一份尿毒之类的用品 好那再来我们请到的是朱小姐 如果拿到一万块 我会拿来用在医疗 因为那个确诊过后 那个后遗症蛮严重的 然后我会去看中医 然后又有那个中医治疗 然后因为中医治疗需要一段时间 市政府表示中央政府的防疫政策 在整个防疫的过程中 有相当明显的变化 从一开始清零的政策 与病毒共存 最后走到全民免疫 因应国家防疫政策的转变 致使后续政策也跟着调整 如同去年11月7号 采取零加期政策 放宽居家隔离限制 取消民众3000元的防疫补偿金申请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其声 向金融市长谢国梁呼吁说到做到 因为金融市政府决定 将以中第一收入户确诊者为主 发放染疫关怀津贴1万元 民进党方面虽然肯定 金融市政府关怀弱势的做法 却也质疑与当初 谢市长竞选时承诺的有落差 要求谢市长兑现竞选承诺 只要是确诊的基隆市民 就能获得1万元染疫慰问金 这是一件好事 但千万不要消费我们的弱势族群 这是我们要特别提醒谢市长的 第二个 今天大家在关注这件事情 只有一个重点 政治很简单 说到做到而已 乐见市政府多用一些公家的资源 来溢注给我们市里面的中低收户 但是这跟谢国梁市长的承诺是不一样的 谢国梁市长的承诺就是染疫者 可以拿1万块的维闻金 今天你是一个大家长 你必须得你说的话必须得负责 你不应该只针对这些中低收的9000人来做发放 其他的人也是人 所以希望谢市长你说到了你就得做到 提出他的政见 吸引并且利用大家在最脆弱的时候 而得到的一个政治红利 我们非常非常的郑重呼吁 请你落实你的诺言 而你也用这个政治的支票 吸引到我们基隆市民投给你 现在你跟我讲滚动式检讨 你应该做的是先实现你的政治承诺 很感谢谢市长想要关怀弱势的这一个观念 现在已经先提出了中低收入户的染疫未问金发放 但是跟全面直接发放染疫未问金 这是两件事情 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请谢国王市长 履行当初他给予市民的一个承诺 而不是今天说了之后 觉得说政策好像方向不一样 我给市民的承诺就可以打折 由于金融市议会将在2月23号开议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计划 在议会讨论相关议案时 要求谢市长亲自说清楚讲明白 接着张旗腾金融报道 放学楼 信义国小和仁爱国小的学童 依照行人耗制绿灯快速走过 信义国小停车场外的斑马线 到另外一头的风雨走廊 并且纷纷和到现场会刊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威打招呼 这种看起来顺畅的情况 特别在上下学时间 就算没有车辆进出停车场 也容易因为行人耗制红绿灯管制 造成两个学校2000多位学童和行人 塞在风雨走廊内非常不方便 因此纷纷向议长通知委称情反应 议长也特地在放学时间 邀及基隆市政府交通处 教育处警察局交通队 以及学校方面等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并且决议利用调整人二路 以及爱六路两个方向的行人红绿灯 分别增减五秒钟的秒差时间 来改善这个问题 我们因为仁爱跟信义两校 是处于我们这个大校 那有非常多的学生 上下学阶段大概都会 至少有2000名学生在出路 又含家长老师等等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信义停车场开放以后 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模式 稍微有点改变 所以在这个接送上面就有一些不方便 包含安清班 所以我想这个秒数有多有家长成情 尤其信义国小最近又在施工校门口的这个大楼 所以他们的这个动线有改变到 仁二路137巷 就是后面那条巷子 那大家不太习惯 然后最近有很多家长成情 这个停车场出路秒数的问题 包括我们爱六路进来 红绿灯的秒数 然后造成上学或是下学的尖峰时刻堵塞 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交通处处长 亲之前来我们做一个探讨 然后包含我们警察局副局长 以及教育处科长等等 都有来一起来讨论 所以我们目前交通处先调整 初步调整各五秒红绿灯 也就是说校门口这边的五秒钟 然后那边的五秒钟 这样子落差应该是会有一些效果 那我们再持续观察 然后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 学生安心 家长放心 那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圆满的状态 那我们希望未来都是以行人优先来作为我们道路考量的设计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方面表示 将立即调整秒差 并且观察两个礼拜左右改善后的成效 如果还有问题 再来做适当的调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副市长邱佩玲贴心的为长辈服务切肉排 并且用叉子插上一小块肉 请长辈吃 没想到长辈更疼后背 烦请副市长先享用 长辈突如其来的温馨举动 让邱佩玲不好意思 又不忍拒绝好意 只好吃下去 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长杨慧玉 负责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牵线下 基隆市物理治疗师工会做工艺 特地捐赠礼券 邀请士林林良堂照顾的42位 长召长辈们到著名的西堤西餐厅吃美食 让长者们有更多社会参与的机会 也训练使用平常比较不熟悉的刀叉 动脑动手吃西餐 延缓失智退化的情况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指派副市长邱佩玲 前来陪同长辈们用餐 支持这项活动 今天很开心可以代表 基隆市市长小爱爸爸谢国良 参加这个活动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般长照的老人通常很少出外 也很少跟别人接触 那希望借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人可以互动 他们自己相互互动 同时间借由这样的互动 让他们学习更多的事情 跟一般我们所讲的 一般在我们老的时候的过程当中 可以减少他的老化 因为你有行动 你有互动 亲长辈们吃饭的 基隆市物理治疗师工会理事长 王婉轩表示 包括取菜用餐 使用刀叉切肉插肉吃 这些细微的动作 物理治疗师看到的 却是长辈们挑战吃西餐 来训练上肢手臂稳定性 和手眼协调的成果展现非常重要 基本上就是因为早备 让他们坐在这边用餐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目的 是因为吃东西是人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行为 让他们有个动机出来 使用餐具 那他们在使用上 不管是刀叉 或者是汤匙 在食取食物的一个过程 就可以增加他们上肢动的机会 然后让他们更有 社会参与人的机会 然后增加他们手里 喜欢的一个状况这样的状况 而且就他们的状况来讲 就是让他们出国的社会参与 可以减缓他们失智的一个状况 让他们更委屈 而对于照顾长辈的照顾者来说 用聪明照顾的方式 引发轻度失智长辈们 更有兴趣在日常生活赋能 提升治理能力的进步 我们长期在照顾长者 其实我们要做个聪明照顾者 对我们来讲 就是怎么引发长者 他会去预防跟延缓 他的失能失智的动机很重要 今天这样的活动 对长者来讲 是期待 然后非常久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跟这样子的一个用餐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动机 所以你都不用讲 他们自己就会非常努力的 想要达成这样子的一个 赋能的一个活动的目标 我想真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对长者来讲 我们怎么引发他们愿意这样子 赋能的动机是很重要的 这样会让我们的照顾非常精神 主办单位 基隆市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在局长吴泽成指示下 用心安排长辈们享用西餐美食 更感谢业者除了用心规划场地 让42位长辈安心用餐外 也放弃其他现场接单的机会 等同赞助这个活动包场 也让长者们非常开心参加这次的活动 你们大家来这里有感到很高兴吗 好行喔 站在一起有一个机会不能放弃 副市长邱佩玲也代表市长谢国良 致政感谢状给基隆市物理治疗师工会 感谢他们的爱心 长辈代表同样也献花致谢 一起打造基隆成为友善失智长辈的最友爱城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